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新年他会在台湾举行黄耀明鞭酒鞭唱 而未来1月2号台北场还会有网上直播 当然鞭酒鞭唱这几个字可以有不同的诠释 没错我是很喜欢电影 我必定放在电话歌当中的歌曲 今天很开心请到来的歌手黄耀明明哥 来和大家聊聊聊他最近的近况 明哥先问一下你 我知道你之前去了台湾住了一段时间 有没有去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在8月9月的时候 逗留了在台湾大概差不多两个月 而这一刻我又都是在台湾 就是准备我1月1号2号和7号 在台北和高雄的演出 8、9月来的时候 我想我在台湾连续地留得最久的一次 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探朋友 也都有旅游 特别从未去过的 譬如是墾丁 墾丁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我是第一次跟着Google 就搭那些公共交通工具 是一个公车来的 是要整个两个多三个钟 我觉得是两个多钟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因为如果自己开车 一来我不懂得开车 如果自己开车 其实那天私家车的高度 不是很高的 如果你坐旅游巴 你的视线高度是高很多的 所以你看到的景致都是多很多的 也不需要专心开车 因为你是乘客 那就去了墾丁 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很好玩 因为我很喜欢搭车 所以我想大家都听过 我很喜欢公路电影 我甚至做了一张专辑 叫《King of the Road》 所以那次搭公车的经验 去墾丁是很开心的 去到墾丁就失败了 因为墾丁也挺大的 如果不懂得开车 其实四位都去不了 而那里没有什么的事 幸好我和两位妹妹 她们之前在香港叫做鸡蛋精肉饼 来到台湾 其中两位组成了一个新的团 叫做《绝命青年》 他们也去了那里 他们会开电单车 所以有时我会坐他们的电单车 四围去吃东西或玩 所以这次去墾丁 是一个我自己挺开心的 也去到台中 看到Opera House 是一个很刺激的建筑 就是这些地方 既然来旅游 只是集中在台北 我记得还在高雄 我经历了地震 刚刚最近有一次 比较严重的地震 我就在高雄 刚刚看完陈珊黎的演唱会 就一出门口搭轻铁 就遇上了地震 都是第一次在台湾经历地震 是的 看到有报道说 你很喜欢电影 很喜欢看电影 你最喜欢看哪一种电影呢? 最近有没有看到哪一部电影 你是自己最喜欢的? 没错 我很喜欢电影 喜欢电影的人 其实不会分类 大部份的电影 我都会喜欢看 有时我会看到 东方或西方的古装片 有时会却步 因为我很容易看到一些 不是现代的东西 我就很容易会不留心 或者是不容易投入 然后会睡着了 卡通片 都是会容易令到我 动物卡通片 都是很容易令到我 投入不到会睡着的 所以我是喜欢看到 现代人 最近看过比较喜欢的电影 我刚上星期看了一部电影 在香港亦做《两小无巨》 是一部比利时的电影 叫做《Tori and Lokita》 是一对比利时的兄弟 叫做《大丹兄弟》 是很著名的 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心的议题 是讲欧洲难民的问题 是讲一对少年人 以难民的身份 在比利时尋求庇护和居留权 他们不是子弟 但是他们在图上 因为他们互相帮助 互相依靠 所以就好像子弟那样 而那个年轻一点的小朋友 那个儿子 是得到难民的资格 而那个大一点的姐姐 就得不到 他们不是真的子弟 但是他们就 告诉那些移民官他们是子弟 他们又不相信 所以遇到很多麻烦 最终他们是要 掃诸于一些不法的途径 希望得到居留权 在这部电影里面 是很平实地 去将这两个少年人 怎样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面 被人欺诈和剥削 所以这部电影是很值得大家去看 因为这个难民的议题 其实是在世界各地 都是很值得去关心的 如果是想推荐一些话语电影 当然我想今年最多人会讲的香港电影 当然就是正义回朗 我都无需介绍太多 另外我想再推荐多一套电影给大家看 在香港就没机会去到 在台湾正正刚刚上 我知道在加拿大 有断断续续的上演 在说香港的一些社会运动 不同年代的社会运动 一部ビ什么叫叮 秧 屈 打 今次你这个演唱会的主题 就叫做哪走 哪唱 那其实这四个字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这一次的演唱会在台湾 是有三场两个站 那是叫做边走边唱 那其实是来自一首很多很多年前 1993年的我的旧歌 那当时写的时候是讲关于一些流亡者的一些心境 那当然边走边唱这几个字 可以有不同的诠释 我觉得现在在今时今日的香港社会 有很多人都移居了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想我也是有点把这种移居 或者是移民的心情 或者有些人可能不是移民 不是移居 是流亡的心情放在这儿 我自己也都好像觉得这四个字又好像是一个tour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tour 所以就是一路走着去不同的地方 一路去唱歌给大家听 那这个演出我想除了台湾之外 其实可能有一天都会来到北美洲 那暂时我们都计划会 譬如很快的我们会到欧洲 希望很快也都会来到北美洲 那知道你今次演唱会除了会唱广东歌之外 还会唱一首台语歌 那想问一下你平时其实是不是都有听台语歌 台语歌我很喜欢 因为台语歌是有很多日本古老的演歌的成份在里面 至少是那些老派的台语歌 新派的台语歌当然不是 那我自己对老歌是特别有兴趣的 无论哪种语文 那所以我上一次在台湾 其实我每一次来台湾演出 我都尽量学一些台语歌的 那今次我也会有学的 但是要我说我就害怕 因为唱歌就容易些 说就很难 那如果大家在1月2号会收听我们的live的串流直播 那就会听到我唱哪一首的台语歌 今次黄耀明边酒边唱 我知道你找来两位音乐人 李端贤和其他手Sony一起合作 那其实为什么会想到找他们两个 我会跟其实是人山人海的 其中一个founding members 李端贤 他也曾经组过一个乐队 叫做拜金小姐 也都跟香港的另一个 人山人海的一个成员 已故成员阿里安 组成过minimal 李端贤是今次的主要的音乐总监 另外有一位 以前是鸡蛋蒸肉饼 但是现在是叫做绝命青年的一对的女子的组合 那吉他手是Sony 那Sony和李端贤都现在其实是住了在台湾的 那我觉得 那么巧八九月来的时候也都见到他们 那我觉得我应该跟两个 就是现在居住了在台湾的香港乐手 一起来做这件事是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那所以我就拉拢了两位 虽然他们是凌智不同的年代 但是他们也是一些很出色的乐手 而女性的乐手也都经常被人忽略 所以我特别都希望可以大家留意 这两位很出色的香港的女性的乐手 又问回香港乐坛 其实香港也有不少的独立音乐人 或者叫做Indie Music 就开始崛起了 例如Serene、Tyson Yoshi等等 越来越受注目 你觉得香港乐迷的接受力 其实是不是比以前更加开放了呢 你提到香港有不少的另类音乐 或者是独立音乐人 好像是Serene、Tyson Yoshi、Luna Isabeb 其实我真的觉得 今时今日的香港的音乐圈 比八九十年代的音乐圈有趣很多 当然八九十年代 是所谓的黄金盛世 是Canto Pop的黄金盛世 但是 那个是在商业上来说 但是我觉得今时今日的香港音乐 那个白花齐放的 是从来没试过的 而有趣的是 大家讲了香港的流行文化 是不是香港的流行文化已死很久 但是在过去那一年 竟然香港的流行文化是复活了 无论是电影 或是流行音乐 独立音乐 都是非常之蓬勃 无论在创意上 和在商业上 都取得非常之好的成功 我希望这是Canto Pop的 一个新的第二春 你的好拍档 刘尔达就在香港出书 赞写自转 其实明哥 你又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或者计划呢 没错 刘尔达写的自转 大家都很关注 我自己都有 虽然不是每次都看 但是他现在出了书 就可以买一本 来在家里慢慢看 有时在Facebook 就没空每一次都看 很精彩 听他说 他会写三部曲 他现在只是写了前转 还有正转 或者是后转 我自己都有想过 但是我自己是很懒 尤其是写字 我很怕写字 当然现在写属于很多方法 都会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我自己当然 其实有兴趣 是拍电影 或者是拍一个 如果很妙想天开 是拍一个自己的自转 电影 都挺有趣 这个 先做梦吧 最后想请你分享 三首歌 是你必定会放在电话歌当中的 还有讲一下 有什么特别之处 令你一直会听这些歌 我必定放在电话歌当中的歌曲 我想是陪我睡觉的歌 我每晚睡觉 我都会随便开了这些歌来听 是一个爱沙尼亚 Estonian的一个作曲家 我想是这样读的 我照有字读 有字就拼出来 叫Avobat 他有一首音乐 我想是叫For Alina 我是会经常听这个 睡觉 而我经常最近听的 比如是Brian Eno 还有他的弟弟 叫Roger Eno 合作的一张转辑 叫Mixing Color Mixing Color 我会经常开着听的 另一个我经常会听的就是 也是一个钢琴家 也是一个环境音乐的大师 叫Harold Budd Harold Budd的专辑 我经常都放在这里 其中一张就是叫Room 房间 这几个专辑都是 我经常 是 放在我的电话里面 陪我 我经常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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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听的